葬礼上追星是时常会发生的事情 虽然不少明星都不堪其扰 但是很少会有人在现场大怒 然而就在2009年 老戏骨李丁的葬礼上 传出了张国立因邓超粉丝扰乱葬礼秩序 便当众让邓超滚出去的新闻 张国立因此受到了邓超粉丝的攻击 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竟惹得一向好脾气的张国立大怒呢 邓超又做错了什么 这里是呱唧娱乐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 因粉丝而被误解的张国立和邓超 1955年张国立出生在天津 1983年 他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影视作品《弯弯的时镜》 这部作品拿下了第三届飞天奖 张国立也一炮而红 四年后 他凭借话剧《朱丽小姐》 拿下了第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话剧表演奖 并在同年凭借电视剧《死水微蓝》 荣获中国首届电视艺术片最佳男演员 虽然他得到了专业的认可 但真正让他进入大众视野的 还是康熙《威福斯访记》和《铁齿铜牙》 季晓兰两部电视剧 两部电视剧播出之后 张国立彻底红遍了全中国 事业蒸蒸日上 之后他参演了《金婚》 这部剧更是将他的事业推向了顶峰 近年来 张国立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大综艺节目中 银银有了转型主持人的打算 1978年 邓超出生在江西南昌的一个重组家庭中 在中学时期 邓超非常的叛逆 抽烟烫头 打架逃课 都是家常便饭 他甚至有一回在和父母大吵一架之后 一个人离家出走 跑到了广州 然而也是这一次 他意识到了父母对自己的爱 之后 他痛感前非 在父母的鼓励下考取了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在这里 他遇到了自己的恩师邓学东老师 在老师的帮助下 邓超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 2000年 邓超拍摄了电视剧《黄沙下面是沃土》 初次涉足影视圈 两年后 他主演了《少年天资》 开启了自己皇帝专业部的道路 之后几年 他陆续出演了《天下第一》 《明末风云》 《幸福像花儿一样》 《少年包青天三》 《倚天屠龙记》等等 逐渐在娱乐圈获得了一席之地 在影视圈中站稳脚跟的他 开始逐渐转战综艺圈 2014年 邓超加盟了《奔跑吧兄弟》 凭借着在节目中的精彩表现 以及一句We are family 他一跃成为国民级的综艺人 收获了不少的粉丝 此后 他更是担任制片 导演等 投资拍摄了电影《分手大师》 《心理罪之城市之光》 《银河补习班》等等作品 实现了转型 出道多年 邓超的演技 人缘等等 各方面几乎都是挑不出毛病的 然而在2009年《李丁的葬礼》上 却传出了张国立对邓超破口大骂的传闻 要知道 此前张国立和邓超并没有太深的渊源 也就不能说邓超曾经得罪过张国立 而张国立也不会无缘无故给一个后辈难看 那么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这还要从两人和李丁的渊源说起 众所周知 李丁是我国著名的表演艺术家 曾经出演了非常多的影视剧作品 他也帮助了不少的新人演员 郭德纲就曾经公开表示 李丁是自己的恩师 而张国立和邓超也曾经受到李丁的帮助 1996年 张国立出演了《宰相刘罗锅》 在这部剧里 他遇见了李丁 在片场的时候 两个人经常会聚在一起讨论剧本 也会一起切磋演技 张国立从李丁的身上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他对李丁更是非常尊敬 在电视剧拍摄完之后 两个人成了至交好友 经常会约着一起吃饭看剧 1997年 张国立首次担任导演拍摄《康熙微福思访》的时候 第一时间便想到了李丁 他承邀李丁出演邓杰饰演的《宰妃的父亲》 虽然李丁的年纪已经不小了 穿着轻装拍戏比较困难 但是面对张国立的邀请 他却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一度让张国立非常感动 在李丁的葬礼上 张国立面对采访时说道 李丁老师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我们算是一师一友 现场 张国立更是几度落泪 表情非常沉痛 可见张国立和李丁的感情之深 而邓超和李丁第一次见面是在2000年的时候 那时候邓超还在读书 他和李丁一起合作出演了电视剧《东北一家人》 虽然邓超只是一个小小的配角 但是李丁却会在一旁指导他演戏 让邓超学到了不少表演的技巧 之后两个人还一起合作了《金剪刀》 在这部戏里 邓超和李丁之间有着许多的温馨的互动 他们也将电影中的温情延续到了戏外 除了会帮邓超对戏之外 李丁也仿佛戏中的徐老汉一样 时常关心邓超的生活 这让一个人北漂的邓超感受到了温暖 可以说 李丁也算是邓超的半个恩师了 在出席李丁葬礼的时候 邓超也是神情严肃 面对记者采访 更是表示自己没有心情多说 然而邓超当日出席李丁葬礼的时候 本来是一项私人行程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行踪被无端泄露 当时他正因为出演了《倚天屠龙记》 而一跃成为当红小生 因此 有不少粉丝为了能见他一面 便赶到了葬礼现场 见到邓超的粉丝们将他团团围住 还有人直接跑到邓超身边大喊 快 帮我和邓超合张照 有一便有二 现场的其他粉丝也开始效仿 对此 邓超并没有制止他们的行为 反而是放任不管 殡仪馆的门口 一下子变成了邓超的粉丝见面会 秩序也开始变得十分混乱 好不容易葬礼就要开始了 但是在葬礼举办的过程中 有粉丝大喊邓超 一度影响了葬礼的进度 本来应该是一场肃穆庄重的葬礼 却因为邓超及其粉丝的缘故 变得混乱不堪 这一举动 显然是对李丁老师和他的家人们的不尊重 或许是为了还老先生一个清静 葬礼还没有结束 邓超便提前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只见邓超还满脸羞愧 表情十分难看 邓超离开后 他的粉丝也随之离开 葬礼现场终于安静了下来 流程也能顺利推进了 但没想到的是 张国力和妻子邓杰在离开的时候 也遭遇了相同的事情 只见一旁有一个男粉丝 拿着照相机对着张国力和邓杰拍摄 张国力先是出声制止了一下 但是那名男粉丝没有停下 还是拿着照相机追着他拍 这一下无疑是彻底惹怒了张国力 他对着那名男粉丝大声斥责道 我不认识你 滚开 这一幕被放到了网上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之后便有传闻说 当时邓超提前离开葬礼现场 是因为张国力指着他骂道滚出去 无奈之下 邓超才会提前离开 联想到邓超离开时的神情并不是很好 不少邓超的粉丝相信了这个说法 纷纷在网上指责起了张国力 他们觉得再怎么样 身为前辈也不应该当众骂人 给后辈难堪 更何况 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邓超的问题 但是也有不少网友觉得 张国力此举并没有错 如果是自己好友的葬礼受到打扰 估计自己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后来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 邓超表示 这一切都怪我 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承认了自己的过错 张国力也随后表示 我这一切都是为了邓超好 这么多老一辈都在 以后会影响他的名声 我只好让他先走 其实张国力也是好意 李丁的葬礼上 有不少演艺圈的老前辈前来参加 本来葬礼就是一个非常庄重的场合 邓超却闹出了这么不庄重的事情 如果他继续留在现场 一方面会影响葬礼的进程 一方面会给这些老前辈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 对他未来的演艺事业可能产生影响 所以张国力便做了那个坏人 让邓超滚 除了张国力怒斥邓超 惹网友热议之外 不少网友觉得 这一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邓超的过错 如果说邓超从一开始 就像张国力一样制止粉丝 要求合照签名的行为 那么粉丝现场可能并不会那么混乱 但其实对于当时尚在上升期的邓超而言 粉丝就是衣食父母 他根本就不敢得罪 因此即使自己的粉丝做出这样 让自己颜面尽失的事情 他也敢怒不敢言 而张国力已经不是靠着粉丝 才能够演戏的演员了 所以即使他不给粉丝好脸色 也不会影响他的前程 那么对于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呢 这里是呱唧娱乐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